大家好,歡迎來到炭乃九菜,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300人會員會在週三和週末發布會員影片,內容是支撐壓力的個股分析 600人會員會有討論群和不定期教學影片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乃九菜,炭乃九菜,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3點76分 我們今天台股創下了歷史的一個新跌點 之前在2021年的5月12號,盤中是有跌破千點 但是最後收回到跌600多點 前陣子的4月19號也是跌700多點 這次是直接收盤,收了1000點 當然,格局不一樣,他們跌幅的趴數不一樣 那時候的2021年的那時候的跌跟現在的跌應該是完全不一樣 那時候我覺得更加的恐慌 如果說你有去體驗到那一段行情的話 應該很明確知道在說什麼 因為那段行情它發生的位階是大概16000點左右 然後它跌600多點 這個5月12號跌680點的時候跌幅是4%左右 那它盤中 它盤中是跌到1000多點 你可以知道它盤中大概 這樣對照下去算的話 大概盤中跌到了6%至7%多 那我們今天 到收盤 收得最最最最低 光凸凸的4% 所以說 那時候如果說我們對於現在的話 應該是今天要再跌到大概23000多點 21300點 最後才拉一個下影線 是之前那種感覺 那今天基本上是完全光突出啦 所以說 在尾牌呢 也是 不太敢買了啦 那昨天不是有講說 這個 覺得說應該要去加倉 然後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再賣給別人嗎 也沒錯 大家的想法 可能呢 都是這樣 那提前賣 不過確實在昨天 如果你再讓我回到昨天 再 這樣看的話 還是覺得 真的蠻多主力進場 不只是只有散戶 因為蠻多個股 他們用 開盤 就告訴你說 我今天要做一個破敵方的動作 所以今天應該是 不管是散戶還是主力 我覺得都是損失慘重的 最沒有賠的應該還是空手 跟這個 還在看的人 那當然 長期而言呢 我覺得還是要有持股 我覺得 至少啦 至少 至少你有一些可能 存股的部位嘛 對 我覺得還是比較合理的 那今天的影片應該會非常短 因為我想要 大概是想要 講一個非常 只是 表達一個非常 我們應該現在開始要非常的不積極的 去看待股市的一種感覺啦 因為昨天呢 太積極了 所以說加長 然後導致今天呢 這個 也是大損 那今天的這個虧呢已經虧到了五月份 因為六月是 很難做嘛 然後六月部的局呢 七月才開始發酵 那七月部分在上週不是說已經虧虧完了嗎 對沒錯 那今天這個虧呢 直接虧到了 這個五月份 五月份的虧正在虧 那就是 再虧下去呢 應該還還可以再虧個幾次啦 如果今天這樣子 因為我們昨天說 不是大概加長到大概九成左右了嗎 那如果說 因為今天已經大概又測出 大概又變回到六七成這樣 那如果說 再繼續張疊的話 那應該也是不太敢見差啦 可能又繼續降吧 可能降到變四五成這樣 那可能也很難 直接虧到四月份 希望是這樣啦 如果都真的是把我虧到四月份 那這個大盤可能要再 應該要再疊個 我覺得可能也不是疊一千點的問題 而是說他 像昨天一樣喔 反彈個四百多 五百多點 之後再繼續找 這樣可能會讓我賠更多 因為我們是優側交易 對不是說 無腦的一直在往下接 而是有照著一些 邏輯去做啦 但這邏輯在今天證明呢 欸對 就是失敗了 不能說判斷錯 但是失敗了 好我們接下來看這個 一些盤斥的東西吧 有沒有資金流 欸對有啦有啦 我們這邊還是稍微瞄眼了 其實其實他的資金流在哪邊 你先說這個成交重型版本 然後看那個市值 顛倒過來看的話 市值最小往上的話 基本上可以知道說 一些小規矩還是有往上走 基本上還是在 機械人改革 橋伏、河村、影漢 那再來呢 協議級、福育 這一些是比較偏 機械人 然後再來是面板設備 是東捷 那這是機械人 那坤也是機械人 相對來說算是 強勢了 都還是有大概是紅色的 但是沒有疊太多 那其實 雖然說他們的成交量是多的 但其實有的疊很慘 像這個高麗 然後M31 雙紅跟精彩 精彩還在昨天創下 他的波段新高 今天直接砸一根疊停 所以說其實 主力呢要落跑還是跑得很快 對那 資金流基本上不要講太多 因為 我自己個人在尾盤的時候 我是看了大概 兩檔銀劍吧 剛才看了兩檔銀劍 然後去做劍艙 那劍艙的時候想著 應該 相對強吧 但是其實今天也是有 殺到銀劍 也不是說最強 今天最強應該是機器人 我覺得整體上 以結構上看起來是機器人這樣子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然後大凡 史上最大疊點 虧到五月去了 不知道大家虧到幾月去 那你可能是 還套著 說沒有虧 然後說你已經把今年的虧光了 可能你的部位 不斷不斷加大 然後槓桿越開越大 之後就一次配光 像我之前也是有體驗過 就是那時候我們在那個 舉例 我們在那個會員個股的 開頭就舉例 有時候 用70萬賺到100萬 那你賺的 %多少 我沒忘記 賺的%是40% 但是呢 你用100萬呢 去虧到70萬 只需要30幾% 大家懂你意思嗎 就是說 你如果說在一個行情不好的時候 沒有適時的去 剛好去縮手的話 剛好把資金稍微測出來一點點的話 比如說 到100萬了嘛 然後我測到可能90萬100萬 那可能我往下虧個 30% 可能就還好 可能還是有 7、80萬的一個 就是 還有賺 不會全部虧光光 這樣的一個 想法 那或者有些人是槓桿 就是 賺到錢之後才能拿去開槓桿 現貨賺到錢 然後拿去這個 開槓桿 開槓桿的實際點 就剛好在最高點 那這一次繞得下去 所以都不一定 那我覺得 我自己個人是虧到5月去了 那 不知道大家虧到哪邊去 然後 第一大點 心理建設一下 只是我會這樣自己做心理建設 我今天其實虧錢 那其實 這個虧大概跟 上上週吧 跟哪一天一樣 跟那一天還是滿倉的時候 突然達1根的時候 行情開始變化 扭轉的那一根 是在哪一天 好像這一天吧 行情開始真正扭轉的這一天 7月18號 跟這天賠一樣多 今天 今天因為昨天又把它加到9成 所以說這個地方也是基本上蠻長 這邊基本上蠻長 然後 接下來這一根 今天 今天虧的跟這根 是差不多的 那 大聲是這樣子 反正呢 就是稍微做愛經理建設 我會這樣想說 這個 今天應該是6月2號 不是8月2號 就我們 忙了兩個月 然後最後回到原點的感覺 當然啦 這個東西本來就不一定 弄了兩個月 就是想弄了兩個月的專案 被告知 這個 內容還不錯了 最後兩個月女生被人家追走 面試兩個月後 還收到這個 錄取通知 這個我朋友有遇過 他面試一個很想要做的 然後呢 最後人家 沒有理他 他已經上了另外一間之後 他想做的才那個 通知他去 他再來 潛肥成功之後 兩個月判回去 那存了兩個月的這個錢 被詐騙 這個身邊應該 大概或多少 可能搞不好真的不止兩個月 不管是說 大學啊 出社會 都有聽過 就是 少的大概就是 可能有個幾萬塊吧 多的可能就是那種 十幾二十萬之類的 那更多這樣子 所以這個可能不止 你存給兩個月可能也存不到 被詐騙的錢 想想好像 還OK啦 那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大家自己去做 補充啦 不過這個心理建設的一個方法 其實前提是你 上半年是賺錢 你知道辦法說 我應該回到兩個月 之前的感覺 像我是 虧到五月去嘛 那如果說你 上半年呢 不是賺錢的話 那可能 這個方法對你可能沒有效 你可能真的要需要更大的 重建你自己的信心 我覺得重建信心這件事情 是 非常困難 那只是你本身的個性 裡面可能要一些固執 但是呢 這個固執呢 又不能夠讓你 太過於盲目的相信 你自己相信的事情 比如說那個誰 厲害的大師說這個 KD就有用 RSI就有用 股票就一定只能看基本面 不能看技術面去做操作 等等等等 就是你很固執的相信 某一個 你可能 OK啦 這個言論可能別人用不起來是成功 但是 如果說你身邊都沒有 但突然出現有一個大神 他願意教你 然後你還是 很固執的相信自己的那套方法 繼續虧 這沒有用 所以股市真的是一個 你既要很柔軟 你要有辦法去接收別人的資訊 但既又要有辦法去這個 堅定自己想要走的路 這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再看一下盤勢吧 那盤勢的部分 我們就是有看到這個 櫃買的部分 他目前 他還是仍然守在 對 還是守在我們的大支撐 這個切成周線的話 他就是在周線這個地方 他沒跌破 但是 大盤就這樣跌破 所以我也很難說 到底要不要賣股票 我在之前可能還會講 但現在我自己 在昨天 到今天 這個 信心有點 稍微溃散啦 不過還是有部位在裡面 我自己個人的想法 還是 不因大盤的 盤勢 讓自己的 持股去 亂掉 就是有賺錢的部位 或者說還沒有到停損的部位 就還是先讓他放著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說 我今天賣掉之後 明天行情到底會 如何 沒有任何人知道 就像 昨天建倉的人 也沒有想到 今天會這樣 好我們這邊直接 順道來看一下 昨天 這個 在最低點的時候 是禮拜 這個 29號 7月29 那時候是 152嘛 然後再來呢 昨天啊 這個8月1號的時候 融資維持率又到了 1158 瞬間上去 那今天不知道又掉回到多少 應該掉蠻多的 如果說 有事時候的出場的話 否則可能在震盪了 一兩天 再疊兩天 可能就真的斷頭 因為你可能 昨天其實蠻多個股 都在蠻高的位階 如果說你是追在一個 某個 相對來說高點 然後今天直接摔下來 比如說追在 比如說精彩 追在最高點 然後疊了 疊停板 那搞不好呢 下週一再繼續疊 那可能就會 白白掉 這個融資可能直接斷頭 如果說你的這個 維持率沒有辦法去顧好的話 那真的是顧好 其實也是熬了一個 很大筆的一個單 如果說在抵個10%嘛 不要說他 他會 會卡住 在抵個10% 你還撐住的話 其實有時候大家在講說這個 融資斷頭 是那個人道走廊 就是讓你至少要有錢出去 這樣子 好啦反正 貴賣守住啦 還是很猛 但是就有點不太敢 建倉的一個想法 那大盤有點硬跌破 加權跟這個 起貨收盤差了100點 基本上就是把這個多單 全部殺到斷頭 這期貨開始期 斷頭 最近開一些 直壓借信貸 然後去壓一些期貨的人 可能就真的 也會出台機這樣子 那全資股我覺得 真的非常難操作 因為索色交易 我覺得會比較好 不然的話其實都 大部分都會拿出來割啦 就是說 現在你去很認真地分析 台積電的支撤和壓力的話 其實我覺得好像沒有 太大的棒 因為他們結構 陷入整理之後 他感覺上只是一個 貢獻點數的機器 長的時候就拉你一下 跌的時候 我就點一下 那這個感覺 就是會變成那樣的一個feel 然後我覺得左側這些會比較好 如果說你真的已經放棄了 OK 那就去左側這些 我覺得你分散吧 不要一直講說 什麼本座終勝 本座終勝 因為我覺得就是 雖然說對啦 本座雖然是終勝 但是如果說你 本身就有做規劃 我們這邊講嘛 你一天買個一股 你不會買到破產 你一天買個十股 也不會買到破產 當然看自己個人的那個 對 看自己個人資金狀況 就是慢慢買 我覺得左側是慢慢買 那不要有任何 想要停損的部分 那左側的部位也是要左側的好 不要左側一些小鬼谷啦 那如果說你真的很擔心 連發科、紅海、光搭 太大電線不行的話 那當然就丟大反最快啦 再來能看的 就還是跟上述講的一樣 還是狀況性個股啦 其實還是有一些卡在支撐 或是今天小回檔而已 但 就是 還是覺得說蠻慘的啦 那昨天加餐 就是錯誤決定 不過確實看到很多主力進場 真的不是 散務進場 因為 散務不會去搞 那個跳空開 開盤的那個結構 主力會做 那今天損出去的錢 再丟回去一點 沒有全部丟 基本上就降回到 其實我大概應該是六七成左右吧 那我們再度回歸到什麼 不積極啦 你越不研究 你就越不會想做進場 就是有點 也不能說蓋牌不看啦 就是慢慢觀察 等待行情好轉這樣子 那我覺得你現在直接把我影片關掉 我都不看我影片了 不看任何影片 我覺得合理啦 那我覺得 這個不看我影片合理 但是下面這點就不太合理 就是說 你不要被套牢之後 然後到處去看基本面 洗腦自己 我覺得才是 目前 被套牢的人該學習 就是本身就不應該被套牢 OK 你要有計劃 當然啦 我相信有很多做基本面的人 在這個階段 會洗腦自己說 OK 他只是呢 目前 覆巢之下 烏烏彎 OK 那 他只是剛好跌而已 沒關係 我就慢慢的低階 可能你原先的基本面 你是大概 扣打是 -10% -20% 你就要砍掉 看不對就砍 但是你可能現在容許量 你變成30% 40% 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機會 當然我們身邊沒有認識 然後 我想應該不會那麼 會有人這樣的大翻承認中 我就是這樣 我就是韭菜 我就是 比較會做那個多頭 那個空頭的時候 我也比較不會說 應該比較難 有加難去說承認 那 反正這個東西 不管是基本面還是技術面 你都要去 好好面對 絕對不要套牢這個字 就是說你連你的 講平常講出來 不要講到套牢 不要講說我朋友被套牢 之類的 反正是 永遠把套牢這兩個字 磨除掉你的腦袋裡面 才是 好我們來看一下 對下面還有 抱歉 忘記看 下面要講這個大盤結構 上面說這個櫃買買要支撐 櫃買到支撐 所以暫且就是看這裡 大盤結構 大盤怎麼看 我們剛剛沒有講 那目前如果說抓一波 蝶夫滿足的話 要抓到20800 我們這邊就來看一下 這個日線結構的這個部分 我們看一下日線結構 日線結構我們之前說 從這開始算的話 掉下來這一層的話 到2200 然後掉下來這一層的話 是到20850 那剛好也是前方的這一塊 前方這一塊是從這個今年4月9號到這個5月13號的突破口 OK 那就是到這個地方 但是呢 他的這個位置 也有一個一層支撐 目前的大概21100點這個地方 有一個 突破之後回撤 上去之後回踩 然後就往上進攻的一個 結構 在這個地方 對所以 目前也有一個支撐在這裡 所以有可能卡這裡 有可能卡這裡 那就目前先看大的吧 細部可能等之文在細抓 現在就不看細部的部分 好那昨天的那個納子100 我忘記我們在節目裡面有沒有說 反正打到驅之線 沒辦法突破 那剛好其實我們的大盤 好像也是 昨天在這裡 昨天分析的時候應該在這個區塊 我們切成一個小時給大家看 昨天是這樣下來嘛 然後打到這地方 我說這地方不知道會不會 會不會怎麼走 會先跌呢 再往上走 還是怎麼去走 反正當時候 我是認為說他往上走 那他在開盤的第1根的9點半的時候 那時候我觀看 9點半的時候他原本要衝上去 我很興奮 然後 就往下直接跌 一大根 直接把這邊的人 直接把那時候台股也是跟跌 就是把這個地方的那個趨勢 直接扭轉下去 但我並沒有去做空 最近有在開始做 期貨 我們講17分鐘了 我們還是不講我的期貨 有空再說 那反正今天有做操作 但是有點像是打零攻 就是 當充客大家講說 這是打零攻 玩來玩去 只賺一點點錢 這樣子 反正就是說 昨天打到趨勢線沒辦法突破 那就去壓 有機會在哪邊 18420 我們看18420在哪邊 18420的位置 我們切成日線來看 切成日線來看的話 可以發現說呢 他大概位置是回到這個地方 這地方是在5月15號的一個突破口 那 現在在跌的話 非常有機會 18420這個地方 然後 我們再來看這個 這個是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他綜合指數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突破口是什麼時候 6月5號 那我們看我們納斯100多少 5月15 所以這一波 殺這個 納斯達克這個科技股 前100大 殺的很嚴重 反而是一些可能比較 對 中央型個股 他們是撐住的 當然他們貢獻的點數 那些我沒有認真看 反正呢 兩個指數 就是明顯不一樣 除非說今天在灌破 今天灌破的話 那可能就是一起到 只是說他現在沒有夜盤 他現在沒有那個 對他們的夜盤 這是我們的找盤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他們沒有這個 現在沒有東西可以跑 搞不好今天直接跳關開梯 跟這個一樣 直接殺下去 這也有機會啦 那他們就是一起到達了 這個 他們突破口 這個突破口是5月14號 然後突破口這邊 那我們現在呢 台股的突破口在哪邊 台股的突破口 如果說你這根計算的話也是 就是說現在的 台股 非常非常跟美股 他們如果說一起到達了 就是 我們剛講嘛 蝶福滿足 剛好是在這裡嘛 20800左右 這個地方 那剛好也是這個地方 所以目前呢 台美股兩個走勢 非常接近 那大家說 這個廢伴疊很難 那廢伴我覺得 比較難做一個觀察 個人從以前到現在 一直覺得說 其實廢伴跟台股 的相關聯繫 你說大嗎 但是兩個對照起來好像又沒有一些邏輯 那反而是 納子 跟台股 對起來比較有邏輯 個人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說如果說美股 沒有紫粉跡下 繼續疊的話 當然我們希望他今天收下影線 他收上去的話 那我們的夜盤就會大漲再回去 但是 先不要這樣想 對 疊破的時候都要想說 應該是要拜拜 那想法章 你才會想要做庭審嗎 好啦 那再來看一下這一個 我們剛這上副都講了 我們來看一下 晚上的時候還有飛農出去公佈 要看看情況 我覺得也不用想說 會來個什麼大反彈 就這樣 我個人是覺得說 不管是出去 開好 或爛 我覺得 對於現在的盤子 反正我們現在盤子就是偏空 所以說真的開個非常好 或是什麼 超級無敵好的利多 不然我覺得要反轉的可能性 應該還是蠻低的 所以 所以我認為說目前在盤個兩三天左右 那我們按照我們剛剛講的趨勢線有用的原理 就是昨天有壓 其實昨天的 台子也有壓 但是你要切得非常剛好 才有機會看到它的壓 你要這個線要對得非常好 那比較 比較簡單可以對的 其實這個對的是不錯 就這個用我們的小時可以去對的話 他算是在 9點半的時候完美去摸到 但9點半那時候我在看的時候 我腦袋中也沒有想著說要去停利 對反而是就是掉下來直接停水 就是那時候有 呃 期貨的多彈 是這個台子期的期貨多彈 對 呃 目前來看 我們就用 呃台子期來看的話 如果說守在這一層 21100點的話 大概是8月20號 那如果說再往下跌 真的跌到了這個所謂的 20800點的話 大概就到 23號 即使也差不了多少天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後面這邊呢 只要不再破滴 這邊應該是去橫盤 橫盤整理像這邊一樣 這邊是橫盤的兩三 大概三天左右然後才反彈 所以這邊 也是必須要做出這樣一個結構 比較有機會 但 你說他今天會不會直接V轉上去 我覺得還是先不要這樣想 想法是這樣 好 那來看一下的話 就是今天 疊幅 漲疊幅 今天疊了真的是超級無敵多 很少看到這個疊1686 真的是很少很少 之前最多最多1500這樣子 所以他真的是 大疊 這個 典型版有26甲 OK 反正非常非常非常的 讓我自己覺得我自己也不太想要去做堅長的 這樣一個動作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 停損吧 那停損的是 稀哩花 我們看一下 那這個成品店部分是全部賣掉 然後打力的部分是 雖然只有2% 但是因為他是儲全息 所以說是只有2% 但他 待會再看他到底是停幾% 因為他是 五日均線破 然後我就賣一點掉 他是唯一沒有賣掉 其實他全部都停損 我們再來看 好來看一下 停地的部分先來看 那成品店的部分 他就是 疊破月線 疊破月線就直接出去了 他之前是賣過一次 疊破五日線兩次 賣掉一次 疊破五日線賣掉第二次 那這筆單最後賣 原先到這一天的 盤中的時候想說比較賣 後來想說算了 應該 滿有機會卡住了 然後後面就 真的上去 但是又下來了 所以說就鎖鏡拿 是把他給全砍了 那打力的部分的話 這個圖 每次改完他都不幫我這個儲存 真的很討人厭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結構吧 就是我們切 我自己個人建倉是建在這裡 我建在這根 所以說 我們拉上去 用還原拉上去的話 我們看多少 大概多少% 我賣在差不多最低吧 12% 這筆單賣12% 然後那邊顯示 是2%而已嘛 但是應該是12% 因為他的 因為我們沒什麼看 他還有那個嘛 股票啦 他有配股啦 OK他有配股 所以說他配股配下去的話 他的那個 價格的比例 就會減得非常的多 你看像還原的話 那我是建在這一個嘛 所以說 只有大概 差不多2%左右 差不多2% 但是如果說切成還原的話 才是我們真正賺的錢 OK那這筆單有12% 聽起來好像幫自己補血一下 不過後面才虧得太多 然後看一下巨洋吧 那巨洋的部分的話 是在 這一天還這一天做建倉吧 對然後我原先就守這根低點 就大概看到後面中 這個框框 拉3%左右 那一樣我覺得 傳殘啊 應該還OK吧 沒有辦法 這個 一樣砍 一樣殺 不給你面子 其實前幾天手還蠻穩的 前幾天大盤跌的時候 其實還 手還蠻穩的 但他沒辦法 今天就還是下去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洪海 那洪海部分的話 我個人是真的是 劍他在這裡 那劍的有點高 所以說這筆單 虧的真的是蠻多 虧的有點多 因為後來這一根的時候 又是用那個靈骨 後面用靈骨 那靈骨的操作的話 我就找他賣不出去嘛 所以說 就有一個低點 那我就又把那個 他的停損改在那個低點 那變成說 我再昨天沒有賣 然後拉下來到這裡的話 大概虧了將近 快7% 6%多 然後他今天灌破 那這個結構 我覺得也不用這樣看 我覺得還是這樣看好了啦 反正目前看不太懂 就先這樣看好了 因為這裡有卡兩根 所以 先看不懂 我們現在 這檔全是看不懂 因為他們基本上都被大盤給脫下 好看劍翰吧 劍翰部分 是有點XL 劍翰在這個低點 我現在在7月29號的收盤附近 就有點XL 因為我覺得說 這根是插針 但是呢 這根沒有買到嘛 然後我就見他這根的這個位 然後我自己停損是 往下抓破這根低點 大概往下抓破這根低點是 28.7 所以說 今天的停損大概是3%多左右 就還好啦 那也是 整個是把這個 橫盤整理的結構 給跌破了 那看到昨天呢 也是一樣 他算是一個破體翻 但他不是非常漂亮的破體翻 如果說我原先 要在昨天建長的話 我會做參考 因為是開高走地 但因為我是比較前面 這根是昨天建長 所以說 我這邊就會覺得說 那個等一根的 但是沒辦法 就是很多破體翻 但是今天就下去的個股 真的很多 像是聯軍 聯軍我昨天也是做破體翻 他 照著以前過往的邏輯 應該是有成功機率的 但沒辦法 他就是失敗 那我破體翻是抓在哪裡 就是這裡 這樣子的結構 這裡嘛 橫盤 跌破之後卡住 一根 兩根 三根 開盤用跳空方法上去 然後最後閃了3.56% 然後我自己個人就 守這裡 但因為 對 反正之後面就做停損了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利基部分呢也是一樣 做這一根 的微盤 那今天也是直接下去 那我是守到這一根 大概4-5%左右 我守這一根 原先想說守這兩根 好像有點短 那我守這一根好了 那但是他也是下去 那最後疊了9.47% 對 那我自己虧是 虧虧 5.85% 也還是蠻多了 205的時候才賣掉 那 超過賣這裡 如果說我沒有賣掉的話 從205開始下去 做計算的話 那就更多嘛 4.5% 這虧到快10%左右 對啦 因為我是昨天尾盤做建範 今天虧9% 對啦 差不多快10%左右 那尾盤蠻可惜的 昨天其實在他找盤 摸到高點的時候 我有掛單 但掛下去之後 對因為零股他要一分鐘交易 掛下去之後他馬上往下跌 那我就沒有往下 我想說 昨天大盤也不錯 那跌這個應該還可以吧 對那就是大概玩個一兩分鐘 我就有機會把 一部分呢 三分之一賣在那個大概 109 95之類的 我那時候掛109 1095 對但是沒有掛到 如果掛到的話 其實今天這語言大概是 不賺也不虧啦 不賺不虧 因為是停的 停損那邊 我們停了大概 4%左右 喔不多啦 喔不多 4%左右 如果說剩余的 所以我們賣那剩余的部位去虧4% 差不多是不賺不賠的 一筆單 對 OK那來看一下 這邊就開始是那個個股了 那我們個股只有三檔 來得到有一顆 對那我們講完就 結束吧 對因為我覺得就 目前來說不用太積極吧 反正 我自己手上還是有持股 那如果說之後有停地停損 還是會跟大家報告 反正就是這樣 那目前的還是站在 我們就還是 做多啦 我不太想去做空 因為做空像昨天可能都會軋空 那軋空的人 凹單就今天贏了 那有意思嗎 我覺得沒什麼意思 因為如果說你在之後 你做一模一樣的操作 你還是會凹單 你再繼續空 那有一個反彈 之後呢 再反彈你都會認為說是 死貓跳 對那如果說你昨天 大漲 然後你的空單直接 這個 被打掉 沒有停損 然後今天沒賺到錢 我反而比較尊重 講真的 因為沒有任何人會知道 今天會跌1000點 沒有任何人 這個 神童阿南德來 都沒有用 那個廟口神算可能也沒有用 好啦那反正就是 看結構啦 結構做什麼都做什麼 那 有去做出相對應的操作 那 成功跟失敗那是在後話 因為 如果說 都能夠一直成功的話 那就不是人 是神仙 你也不會在這邊聽我講話 好啦來看一下萊德吧 那萊德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在今天算比較 偏膩是 抗疊啦 因為在盤中他 其實還滿有願意上漲的 滿有願意上漲 是上漲到這裡 但最後還是被盤子給拉下來 因為 上藥的部分的話 他在這個 昨天是掌黏板 然後今天是直穩 然後並且爆了一個 大量 對那我覺得這個格局對於我來說 如果你有興趣 那當然你還是看到有人在接 沒錯這個在 如果說是有看會員教學影片的話 能夠 略懂 能夠懂 因為這是有講過的東西 在 復盤有講過 但呢 現在唯一的一個情況 不是他是否是合理的建長點 而是你敢不敢賣 的問題 那也不是說敢不敢賣 敢不敢停損 如果面臨到連續虧損 那種感覺 或是說你 當然因為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我的 想法的壓力應該比 看影片大家大一點 因為畢竟我們 分析出來的東西 是有人在看的 那可能分析錯 我會覺得 對 我也不想要 亂講 我們是講出 我們有做操作 那如果說你真的 覺得這是 心如止水 然後 你就是看結構嘛 來就來嘛 有結構就上的話 那就自己做參考吧 那我自己個人今天 算是 不太敢買的一方 好那來看有位科吧 那有位科啦 總結句話 還是很強 就是面板設備的部分 還是強 雖然說我們昨天提到一個點是 這一個面板設備強了幾天 然後在昨天是被出貨的 就是說 有些人在高點直接獲利了結 在壓力處獲利了結 然後呢 像今天我認為 專疊4.55% 他仍在 這個強勢的線上 畢竟他沒跌破這一層 沒跌破這一層 雖然說你看單一檔個股 你會覺得說 這是很正常嘛 但是因為我們看了幾百檔個股 現在說現在外面的情況沒有那麼好 就好像 每次呢 跟這個身邊的人 提說要換工作 然後外面就會說 市場沒有那麼好 是要做什麼工作 那種感覺一樣 好像大家都很懂外面 不過我確實很懂 外面的個股 就是 他相對來說是強勢的 我個人覺得 當然 之前啊 我自己個人在那邊建倉 拉上去的時候賣三分之一 疊下來的時候 升一兩怕的時候 全部賣掉 後面他守住之後 我也沒做建倉 但是後面又給你拉一次 這個不強嘛 是真的很強 被出貨之後 還能夠遠接 接完 還在接在直層 也沒有跌破的跡象 又往上拉 那這次會一樣嗎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這次再下來到84.7 我也 不一定 會想要去做建廠 對 有時候連續下跌真的是會 讓人家沒辦法那麼專注 維持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確實是這樣的 好今天就到這邊吧 感謝各位 那我覺得就是說 慢慢看吧 不用太過於 著急 那如果說你是最近期 被套牢 被斷頭 等等等之類 然後一堆負債還 那我覺得就是還是先 退出股市吧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先 先去好好工作 有心想要血的再回來吧 每個人都面臨到很多的 一個 算是課題吧 那我們之前講過嘛 之前就有人說 只有30萬能不能夠做投資 我覺得30萬是一個 還蠻棒的金額 那 那你說沒有要到300萬 才能做投資 但你到300萬 你可能就是 最近期被套牢的 套了 畢生的積蓄 不要講畢生的積蓄 那工程師可能很有錢 存個5至10年 原本是買房的錢 然後拿去拼一下 結果勒 就這樣直接 直接丟進去股市被套牢 所以我覺得說 從小金額開始 反而會讓你 凹只是凹那30萬 你後面搞不好 你有270萬可以去 做更加靈活的操作 所以我覺得 資金多 有資金多的難處 那資金少 有資金少的難處 就這樣你就少 你選開槓桿 當然賺多了 你就想要賺更多嘛 好 當然什麼 反正就是一些 很無聊的心理建設 謝謝喳喳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我們先下個影片